Hello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柿子的画法 首先呢我们整个笔上占一点点藤黄 整支笔占藤黄,然后笔的前面大概是1-2-2的部分 然后再去蹭一点点折石 让笔上的颜色呢形成渐变 然后呢再在笔的前面1-3的部分呢 稍微蹭一点属红加藤黄 这样呢咱们的笔上呢就有了颜色的渐变 一笔下去呢颜色就会特别的丰富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柿子怎么画 画柿子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半一半的画 一笔一笔 因为柿子啊它是一个比较古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我们用笔呢可以这样一笔一笔 把它这种笔触感表现出来 它的外形呢基本上是一个偏圆的形状 画出它这种叫谷的外形一笔一笔按出来之后呢 留出它中间这个部位 画它的这个托 然后接着我们可以稍微补充一下柿子的外形 让它让它不要那么的突出来的部分呢 不要那么的显得突兀 补充的稍微圆润一点点 那么现在等它烧干大概是八九分干的时候 再去画上面的这个小的这个托 然后等到柿子的颜色大概是八九分干的时候 我们现在呢用藤黄加花青调出淡淡的织绿 然后笔尖部分呢可以蘸一点胭脂 最尖尖的部分呢可以蘸一点点末 接下来呢我们来画它的额 画额的时候要注意 也要顺着它整个的这种有弧度的外形去画 因为它这个整体的形是鼓的是翘的 那么画额的时候呢也可以把它这个翘的感觉给它画出来 那再重新调颜色 画四半额就可以了 大概四到五半都行 一般呢我们是画四半额 画完这四半额之后呢我们可以用浓墨 然后呢用枯笔稍微在中间点一点 然后呢再带一个这样的小的弧形小的圆圈出来 如果有喜欢国画的朋友呢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有时间来跟着一起画一画一起学一学